Coco在排舞时还穿着长袖 希望能流流汗自豪感冒 为什么因为妈妈说我要出汗 然后要保暖 还本来叫我戴那个围巾 还叫我穿两道裤子 我说Don't push it 已经很热了好吗 我已经穿很多了 所以现在状况是有比较好一点 所以其实出出汗也好了 Coco说自己的舞蹈节奏感 可是与生俱来的 从小一起床听到音乐 就会动起来 妈妈告诉我从小 就是听到音乐就想跳舞 其实到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一起来 第一个东西就是打开音响 放快歌 然后就一路听一路跳 这样起床的 6月22日 Coco也将赴香港参加一项 国际性的演唱会 太阳计划活动 与天王黎明 帕菲等人一起合唱 这一年的太阳计划 希望感觉是更国际化一点 所以就邀请三个不同的地方 来唱的歌手来表演这首歌 他们的主题曲 那黎明是代表香港 那Puffy是代表日本 那我是代表台湾来唱这首歌 那现在他们两位都唱了他们的部分了 只剩下我还没唱 因为时间太过太过急了 那我相信很快就会听到这首歌也把它完成 不过当记者询问Coco对Puffy的印象时才发现 Coco竟然弄错了两人彼此的关系 他们来过台湾表演演唱会 然后他们两个是双胞胎是不是 不是 长得很像 真的喔 他们不是 不是姐妹 怎么长得那么像 而且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很可爱就对了 许多歌手在舞蹈上都有自己的招牌动作 Coco说自己扭腰摆臀 二挪多姿的身段 就是最好的招牌pose 记者16名高伟严 红丛豪采访报导 是 所谓要向国际歌坛发展的 可以说舞蹈跟歌声就是没有国界的 好 那么接下来有一则新 然完美 为了TVVSG SuperLive 三支五竞叠爆唱及大型晚会表演所需 Coco专程为《魔镜》这首主打歌排练舞蹈 只是大家不明白为何他跳舞 还要穿得如此厚重及闷热 一问之下才知道Coco生病了 因为昨天起来的时候 就有一点这个感冒 那这个感冒也不小 就突然间那鼻涕一整天 这一大堆 那很恐怖就包了很多混沌 为了让Coco流汗 李妈妈原本还要她戴围巾 看我今天穿得很厚你知道吗 今天真的穿得很厚 而且呢 怎么又冒那个 因为冒真气啊 因为刚刚跳得很热 整个人身体在冒烟 好像这样很热就对了 然后呢 今天穿着一个毛衣 穿很厚的裤子 为什么 因为妈妈说我要出汗 然后呢 要保暖 还本来叫我戴那个 那个围巾 还叫我穿两条裤子 我说 哎 Don't push it 已经很热了好吗 我已经穿很多了 结果Coco果然跳得看流浃背 浑身直冒热气 让她接受防卫时 频频中断 擦拭眼睛上的雾气 立即补妆 只是镜头完全不放过她 补妆的动作 让Coco浑身不自在 你们看我的魔镜 魔镜 像我们说是把你的魔镜收起来 拿出来 把我的魔镜拿出来 这是够恶心的 除了感冒之外 她天生立直的皮肤 最近也亮起了红灯 会过敏很奇怪 就是白天起来的时候 可能一上妆的 那个时候会 好像一个rash 就是一块一块 这样好像痒的那种 但是又不痒 就是怪怪的对 但是还好 如果自己画就会 如果是小雙姐画就不会 对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 是她的东西比较好吧 I don't know 不过一听到新专辑销售 成绩告捷 Coco什么病都没了 我们现在缺货 对啊 因为27号那一天嘛 28号他们 后啊就打电话给我 业务那边说 今天早上已经打电话来催货了 我就啊 六月底即将赴港 与黎明POPPY 为太阳计划献唱的她 一直到这一刻才搞清楚 POPPY不是亲姐妹 我对POPPY呢 就是 我只知道他们来过 台湾表演演唱会 然后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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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